大家好我是十一玉兰 一起来加入4月26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新闻首先来看到台铁第二两千八 第二两千九以及第二三千 这三款财莲之强号服务四十多年 也将正式退役 26号的上午在树林车站 开行最后两列末班纪念列车 就有不少的铁道迷失赶到了花莲车站 要留住财莲车最后的服务身影 而未来也将会有1MU3000型 新智强号来接棒为旅客服务 为感谢三款财莲自强号陪伴国人旅行四十多年 台铁局26日开行最后两列末班纪念列车 第一趟为DR28型的666班次 10点45分自树林转发车 第二趟为DR2900型混挂RD3000型的6688班次 分别在下午1点34分和56分抵达花莲站 不少铁道迷搭乘这班属于台东人的自强号 也有不少民众赶来车站要拍摄记录这两班车最后服役身影 这一台火车其实在我小时候 几乎可以跟我算是比较成长的 因为刚好民国我68年是长大的嘛 那所以这辆火车也刚好是在 那个北维铁路刚开通的那个时期 然后引进到台湾 那我们最印象成为就是它 火车中间有一个拱形的那门 那小时候啊最喜欢的人玩溜滑梯的 然后长大之后啊 我们知道说买票回家没有位置 我们都会躲在那个拱门的旁边 那有一个VIP的位置 对那真的是陪伴蛮多的 对有时候蛮可惜的这样 手搬车这个6666次呢 是DR2800 DMU2800型的 那这个是在1982年出厂 总共有45辆 那第二趟的6688次呢 是2900型跟3000型 啊分边的一个列车 那这个2900型是1986年 开始投入营运 那总共有15辆 那3000型的这个 DMU3000型的是在1990年 开始投入营运 总共是81辆 那都行驶都已经超过30年了 那在今天呢 走入历史 那未来呢 这个会用我们新的 3000型的这枪来替代行驶 那这个车厢呢 未来大部分应该都是会 做报废啦 那除急 那有部分可能会作为 这个动态保存 DR2800型柴连车自1982年起 向日本购入 成为往返台北台东的 自强号列车 为东岸线第一款冷气自强号 1990年 2900及3000陆续加入营运 疏解东部运输需求 就由铁道迷对车厢内的 中央运动拱门印象深刻 也由铁道迷将当时车票 印去成名信片收藏纪念 台铁表示 才连车陆续退役 象征台铁进步的里程碑 未来将由EMU3000型 新自强号接棒服务 且办通勤 乘机及观光旅行 都有更好的服务品质 记得讲报应 华理事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